话说1970年的时候,位于南太平洋的大宝礁上,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海底。 当时的大宝礁绿岛附近,一下子出现了大量浑身试刺,长相怪异的家伙。 它们成千上万的聚集在一起,所到之处,珊瑚礁地区立刻变得寸草不生,只剩下白茫茫的珊瑚骨骼。 海洋的其他鱼类也深受其害,不得不举家出逃,到别的地方生活。 这场灾害持续了八年之久,据统计从1940年到2005年,这种突然而来的灾害已经发生过四次,每次都是突然爆发,持续几年,然后又突然的消失。 四次灾难下来,给大宝礁的珊瑚带来了30%的永久性损伤,人们把它们称为海底的害虫。 害虫的频繁爆发,惊动了当地政府,他们纷纷成立各种机构、专家组,研究对策。 那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东东? 为什么它们总是会间歇性地爆发? 它们真的是海底的害虫吗? 既然这个家伙已经存在了几万年的时间,为什么直到现代才发现它们是害虫呢? 本期节目,我们就来深入地聊聊这个海底的可怕生物,魔鬼海星。 魔鬼海星,它的真实名字是荆棘王冠海星。 魔鬼海星仅是人们给它们取的外号而已,它们名字的由来也不简单。 根据新约记载,当年耶稣受难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。 罗马士兵为了嘲讽它,用荆棘藤做成了一个王冠的样子戴在耶稣的头上, 并大声地嘲笑道,这是犹太人的君王。 荆棘藤代表了痛苦和嘲讽,荆棘王冠也就成了耶稣受难的象征性工具之一。 这只海星不仅和这个王冠有相似之处, 而且它简直就是海星中的王者海底的破坏之王。 所以,无论是魔鬼还是荆棘王冠, 用在这只海星的身上却是一点也不觉得夸张。 首先是它们的这个造型,全身长满的尖刺一看就挺吓人。 别人家的海星那都是光秃秃的,五条手臂完美对称。 虽说你想搞点特殊,长些刺没什么, 可是你把整个身体都布得密密麻麻的,那也太浮夸了,是吧? 有人测算过这些尖刺,发现其长度可以达到四至六厘米。 长点刺也就算了,你还整出那么多的手臂。 并且,这张牙舞爪的手臂数量还不是固定的, 有潜水员很早就发现,这些海星手臂的特殊性, 它们有的长了十五条,有的十八条,最多的竟然可以达到二十一条。 也许对于别的海星,潜水员可以把它抓起来, 但是对于这货,即使你戴了厚厚的手套,那也得三思而后行。 因为这些刺不仅多而且很硬,非常锋利, 可以轻易刺穿人体的皮肤,刺里还带有强烈剧毒。 有多毒呢? 2001年4月8日,位于日本的冲绳县某海滩, 当时一名53岁的妇女正在海滩捡贝壳,突然间不小心摔了一跤, 她感觉左手掌好像被垫了一样,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强烈剧痛。 妇女马上意识到出事了,她强忍着疼痛赶到了附近医院急诊科。 急诊医生立刻对伤口进行了消毒,并给她注射抗生素, 震痛剂和抗破伤风毒素。 这时候,医生又发现,这名患者的手掌上竟然还有将近十根断在里面的刺。 艰难地拔下刺后,医生进行了进一步的消毒包扎。 本以为这样就没事了,可是后来的几周发现, 手掌不断肿胀并在皮肤下伴有硬结, 之后医生注射过各种固醇和药剂,均无法改善。 三个月后,这名患者被迫做了手掌切除手术。 2014年,又有新闻报道,也是发生在日本。 当时是一名40岁的女性,终止不小心触碰到一只带刺的动物。 随后她的整个手掌立马失去知觉,并经历了一个痛苦、恶心、呕吐、极度失睡和头痛加剧的可怕过程。 尽管接受了强化治疗,遗憾的是,她在受伤13个小时后失去了生命。 最后证明她是死于血液中的毒液循环引起的过敏性休克。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与魔鬼海星发生伤害性接触而导致严重的情况。 不仅在日本,全球每年都有很多报道的伤害案例,仅在1990年到1992年,昆士兰就发生了20多起,其中也不乏被截止者。 而过敏性休克是这种海星出现的最严重状况,可以直接危及生命。 可是有很多人,甚至很多医生,连这种海星的名字都没听说过。 有的医生在接受患者后,才开始上网查阅这些动物的有关资料。 查阅后才发现,其身上的毒素竟然是一种类似于洗洁剂原料的物质,灶肝。 可是不对啊,我们日常使用的洗洗刷刷的洗洁剂怎么可能有毒呢? 是吧,虽然成分有所类似,但是本质上它们还是有区别的。 我们平日里使用的灶肝主要来源于植物,而这只海星里的灶肝是它们特有的,又被称为心灶肝。 心灶肝跟植物灶肝相同的地方在于,它们同样能够产生丰富的泡沫。 不同就在于,魔鬼海星里的灶肝拥有剧毒。 这些家伙通常白天大部分都是躲在洞穴中,石缝里,喜欢晚上的时候出来觅食。 不过有些成年的,身强力壮的家伙也会大白天出来活动,别看它们身体好像很坚硬,似乎应该是行动不便的样子。 事实上它们非常的灵活,可以攀爬和翻越各种障碍物。 这个主要得益于它们腹部和长臂上的无数管足。 这些管足可以协同工作,以至于它们能够轻易做各种扭转和转弯的动作。 而且这个家伙的每条手臂上都有眼点,与其他海星的眼点仅仅可以感受光不一样。 它们的眼点居然还可以成像。 长在眼点附近的管足,还具备超强的化学物感知能力,可以探测到食物的味道。 林林总总,再加上疯狂的毒刺,使得其他的海洋动物见到它们,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 这身行头在珊瑚礁领域真的可以说是独捕天下了。 其实,其他的鱼类也有尝试过品尝它们,不过试过几次后很多捕食者都放弃了。 有些小鱼也会利用这些毒刺。 它们总是在尖刺之间游来游去,这些小不点倒是挺聪明的,知道这里安全,把它当成庇护所了。 它们白天的时候在魔鬼海星的身上游荡,晚上就会离开出去找吃的。 魔鬼海星之所以把海底搞得一塌糊涂,源自于其古怪的饮食偏好以及夸张的进食方式。 这个家伙口味很特殊,别的不爱吃,专吃珊瑚虫。 你说海底那么多吃的,为啥偏偏就喜欢吃珊瑚虫呢? 要知道珊瑚虫是海底珊瑚礁的创造者,是整个珊瑚礁生态中最重要的一环。 而且它们的生长速度很慢,一年才长几厘米。 不仅如此,这些家伙为了能够更快地吃掉珊瑚虫,还净化出了可怕的吃法。 人家吃饭一般都是把食物放到嘴里,这些家伙不一样, 它们是直接把胃弄出来,将珊瑚虫直接在外面溶解,然后再吸收营养物质,吃法简单粗暴。 这种进食速度比细嚼慢咽的快多了,被它们为消化煤消化过的珊瑚会留下白色的痕迹。 有些珊瑚被吃过了,还会有其他海星不断地来检查,看看有没有吃漏的。 总之,它们想的就是要怎么把珊瑚虫吃得精光。 它们进食的速度和数量还跟温度有关,一个成年的海星每年可以消耗高达6到8平方米的珊瑚礁。 通常情况下,夏天时候的进食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一倍多,不单单吃相惊人,而且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大。 生物学家伯尼德格南教授研究过它们的繁育情况,发现这些家伙之所以会长那么多手臂,其实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繁殖。 它们每条手臂上都有兴线,每当产卵剂,上面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卵子。 据说每只魔鬼海星每次可以产下多达6000万颗的卵。 它们不算是长寿的动物,每只魔鬼海星的寿命约为5到7年,几乎在热带和亚热带的珊瑚礁海域都有分布。 它们的一生除了拼命地吃,就是拼命地生。 虽然寿命不长,但是一旦规模爆发,其带来的破坏都将是毁灭性的,不仅破坏生态,而且会冲击当地的旅游业。 所以,政府不得不开始想办法除掉它们。 人们最开始想到的办法是进行人工清除,由机构招募潜水员直接下海捕捉。 可是后来发现,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成本高,而且速度慢,算下来,一个人一天也抓不了几只,但是工资你可要天天花,是吧? 并且,抓捕的活动会直接接触海星风险很高。 后来,詹姆斯库克大学的科学家团队2015年的时候研究发现,普通的醋对海星有奇效,往其体内注射10%的醋溶液可以使它们在几天内死去。 这样效率可以说已经大大提高了,而且醋也对环境无害,再加上它不受有关胆汁等动物产品法规的限制。 所以,注射醋逐渐成为主流,但是毕竟还是需要潜水员要亲自下海作业,速度再快又能快到哪去,而且工资也是需要发的,是吧? 后来又想到,海洋里不可能都没有吃魔鬼海星的生物吧? 还真有,不过少得可怜,它们是大法罗以及前几期节目中讲过的苏梅鱼,还有河豚鱼斑鸡鱼。 苏梅鱼数量不多,河豚鱼斑鸡鱼个头太小。 大法罗喜欢吃魔鬼海星,而且丝毫不惧海星的毒,于是变成了重点研究对象。 可是,由于大法罗的饮食习惯,一周只进食一只,以及它本身的繁育问题,最后也是不了了之。 2016年的时候,有公司开发出了水下自动注射机器。 它可以自主完成搜寻、追踪、注射等整个作业过程,而且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工作。 可以大大降低潜水员下海作业的风险,以及提高速度。 但是,这个机器也不便宜,如果大量购入成本也不容小觑。 有网友早就着急的不行了,赶紧开发吃法呀,让人类吃货们来消灭它。 这不,一位来自日本的博主主动报名了。 它即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吃魔鬼海鲜的人。 为了对比这个海鲜的风味,博主共展示了三种不同的制作方式。 它们分别是水煮、生食、油炸。 其中在水煮的过程中,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就是煮着煮着,这或会不断地产生大量的泡沫。 没错了,这些丰富的泡沫就是来自于其体内的心臟肝毒素。 而且就算是加热,这些有毒物质仍旧无法完全清除。 博主当时也不敢真的吃,只是用舌头舔了一下,随后他描述舌头有一种被垫的感觉,麻麻的。 从这位日本博主的表情来看,这伙确实没法吃。 不仅没法吃,而且他们身上根本没有肉。 试想一下,有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抓一个毒来毒自己呢? 是吧?而且,其实主要的问题是,这些家伙会突然之间大爆发。 一旦突然大爆发,什么方法都不好使,因为你的处理速度压根赶不上人家的生长速度。 那无缘无故的,为什么它们会间歇性地爆发呢? 而且,这是最近百年才出现的,以前也没听说过这样的状况啊。 科学家进一步地研究后,终于有了重大的发现。 原来,这个主要跟魔鬼海星的幼崽有关。 这些刚出生的小家伙,其实并不是以珊瑚虫为食,它们竟然是吃素的。 在为期一到二年的幼体发育过程中,它们主要以海底的海藻为食。 而每当它们将要爆发的时候,正是其幼崽所需食物海藻丰盛之时。 看到这里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,罪魁祸首可能就是这些海藻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这些海藻会在某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变得丰富起来了呢? 海洋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不断地调查,他们不停地抽样,甚至调取了大量的气候数据。 后来发现,这个跟气候还有密切相关。 每当爆发之前,通常伴随有强降雨,此时会有来自陆地的大量的丰富营养物质被洪水带入大海。 大量来自陆地的丰富物质,使得海藻获得了更多的养分,致使其大量生长。 这时候,魔鬼海星幼崽趁机疯狂地发育。 又继续地调查后发现,这些来自陆地的丰富物质,竟然绝大部分是源于人类大量使用的化肥。 没想到兜了个大圈,竟然问题的根源又回到了人类的身上。 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公布研究报告后,引发了轩然大波,也招来了广泛的质疑和争论。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引以为戒,加以重视。 有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,缺乏更准确的数据,绝不能简单将其归咎于农业生产。 于是,在人类之间又上演了一场大辩论,始成海星之争。 不过,直到今天,魔鬼海星仍然是人类要面临的重大难题。